跳跃、飞行、旋转,在冬奥会的破面障碍赛道上,苏一鸣用自己堪称完美的表现,赢得了在场中外观众的振振掌声。 2月7日12时,单板滑雪男子破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揭幕,中国小将苏一鸣最终以88.70分的成绩成功摘得银牌,也创造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历史。 在第二轮比赛中,他连续跳出了1440、1620、1800等高难度动作,成为第一位在冬奥会赛场上做出1800技术动作的中国人。 在这点上来讲,可能把这六个动作都流畅完美的表现出来还是会比较困难。 本场决赛竞争激烈,苏一鸣对金牌的冲击一直持续到最后一轮,现场的观众更是毫不吝啬地把呐喊声送给了他。 比赛结束后,苏一鸣身批国旗,向在场的观众致议。 赛后发布会上,谈起观众对他的鼓励,苏一鸣更是一度哽咽。 苏一鸣四岁开始练习滑雪,14岁走上职业道路,17岁获得冬奥会赛场。 他曾经一直梦想着站在冬奥会的舞台,如今梦想成真,苏一鸣却不知道该怎样描述自己的心情。 然后在自己的祖国,自己的家门口,和我从小到大的偶像一起站在领奖台上,这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种感觉。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好,希望大家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东西,因为努力永远不会欺骗人。 如果你有自己的目标,那就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,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